近日,黄景瑜新电影《检查风云》录演,结果片方是真的损,不仅邀请了幸福触手可及的制片人徐丽上台.coo这里提一句,幸福触手可及这部剧是由迪丽热巴和黄景瑜担当主演,并且坊间一直有传闻说男女主正是在拍摄这部戏期间开始走近的,甚至还有人报过,说热巴当时挖野菜上头,为了黄景瑜而让番,甚至现场抽奖过程中,黄景瑜还抽到了88号病途签, 这个谐音梗,就,谁都看得出来吧,明晃晃是在内涵热巴啊,而考虑到这种所谓的抽奖活动一般都是主办方提前安排好的,内定,所以黄景瑜和检查风云剧组这一波也被认为是在吸血热巴,故意利用热巴炒热度,其实吧,炒热度这事就是板上钉钉的,谁都能看得出来,并且这么说吧,这可不是黄景瑜方面头一回利用热巴炒作了,以往黄景瑜的剧要上的时候, 也玩过类似的套路,而问题的关键在于,黄景瑜方面这么明目张胆的屡次吸血,热巴和团队为什么还是不采取行动,进行正面辟谣,宝子们只要仔细捋一捋这个问题,应该就能想明白这两人玩的是哪一出,至于小编这里,只能告诉大家,有些瓜真的不是闹着玩的。